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职三中年记者会 全面要启动所谓的进行连任的同时 今天在台股收盘时 有人说这个520之前 大选之前一定会有庆祝行情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台股在今天上涨了60.75 收在8944.84点到现在 速度闯关 但速度又回来 到目前为止量没有明显的扩大 来看今天晚上的特别报道 很快三周年时间要过去的 马总统要寻求连任 人民对他的观感到底如何呢 我们从一张一张的数字来看 这是台湾智库所进行的民调 请问你认为双英 马英九跟蔡英文 谁比较有能力来捍卫台湾的主权 蔡英文呢43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部分 43.3 凌驾了马英九的30.2 好在这个部分 继续我们看到台湾智库当中 除了问道 但这个是整个交叉分析的结果 然后呢 如果说明天要选总统的话 支持度方面来看 蔡英文41.3 稍微凌驾了马英九40.6 这是台湾智库所公布的最新的民调 这两个当中交叉分析 那么各有所长 不管是年龄跟教育方面 苹果日报 今天所公布的最新民调当中 三年的施政满意度 满意45.5 超越了不满意的32.81 但是没意见 没有特别感觉的 分别有3%跟18.8 以及我们看到 如果明天是投票日 根据苹果日报这份的民调当中 投给马英九的过半 53.76 投给蔡英文 31.97 没有意见 14.27 换句话说 这个马英九的支持度 远远超过了蔡英文 可是呢 如果看到同样是苹果日报 4月28号所做的民调 这个时候呢 几乎两个人刚好相反 蔡英文是大幅领先的马英九 为什么民调呈现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呢 来看看三年前 马总统承诺 如今 在今天 如何寻求竞选连任 760万张的选票 还会真的投给他吗 来看我们的报道 633 不仅是一个事 更加是 我们对台湾的报警 2011年 平均国民所得 突破2万美元 并且创造1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把失业率降到3%以下 抗议高失业率 这样的声音在马总统执政要满三年之际 依旧没有停过 633政策 曾经是马英九竞选时最重要的政见 却每年都被骂跳票 逐一显示 首先2009年起 每年经济成长率要达到6% 只有2010年达成 再来看国民所得 到2011年 国民所得要每人2万美元 或许有可能 但2016年能达到每人3万美元吗 恐怕不容易 最后一点是失业率 去年平均5.21% 今年4月份最新统计数字 则是4.48% 要在明年降到3%以下 对马政府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过去长期在马团队服务的 教授游子祥 认为经济政见跳票 将会是马政府拼连任的难关 当然对手一定会抓住633这个数字来质疑 他怎么样同时处理他的支票没有兑现 以及全民的感受的问题 他可能要告诉我们他做了哪些事 来帮助台湾的经济 打倒城市 打倒城市 均决不老实 勞工政策同样好几项没落实 包括修法保障派遣及定型契约劳工的权益 鼓励劳资协商降低法定工时 劳退加劳保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不但多数没到七成 甚至有人连五成都不到 马政府劳工政策画大饼 只能看不能吃 劳工团体上街头 抒发怒气 马总统第一任的任期已经完成四分之三 没做到的证件还有一大堆 还能要求民众再给机会再拼四年吗 或者更该问的是 民众愿意再等待吗